菲菲姐好 这什么呀 许菲菲小姐您好 我是迪欧集团总裁沈志泽 我们非常希望 您能够帮我们代言 如果您愿意的话 您出席嘎纳的十一套礼服 以及珠宝 我们将全部赞助 此外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制 属于你个人的私人美妆用品 至于代言费 由您自己添 演戏终会是演戏 此时此刻 您才是真正的明皇 许总 CZ已经打算跟DU签约了 我告诉你一声 你们重新找人吧 怎么办呀 看来只能放大招了 飞飞姐 飞飞姐 飞飞姐你好 我是兰真的许诺 您还记得吗 我想跟您再谈谈 关于我们这个代言人的事情 飞飞姐 你干吗呀 我想跟她再谈谈 关于代言合作的事情 不是我说许小姐 你怎么那么没皮没脸呀 我跟你说我多少回了 你们家兰真那东西 跟我们家飞飞形象气质不符 我也挺忙的 那下次再合作我先走了 我知道你们要签云迪欧了 你知道了呀 你知道你还来捣什么乱呢 人家那是迪欧 一件大品牌 你那什么东西啊 人家给什么条件呢 是啊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飞飞姐 让她看看我开的条件 心绪比迪欧更吸引人呢 提醒一下 一定要让飞飞姐亲自打开 走吧 走吧走吧走吧 让她进来 走 姐姐 飞飞姐 这照片你怎么弄到的 哦 这是我自己拍的 您放心 没有卖给狗仔队 也没有任何别人知道 那你弄她干什么呀 别以为 有了她就能威胁我签约代言 我告诉你 那你把我徐飞飞想得太简单了 飞飞姐 您误会了 我只希望 给您多一种选择 好 好 好 梯梯 你们签约滴滴 当代言的男主角了 没错 说实话 我真的很佩服你 敢于挑战十一岁的姐弟恋 但是对于公众来说 要公布这样的恋情 让他们接受 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滴滴的事业 也一直不是很顺 所以通过这支广告 也能提升她的知名度 这次广告呢 就是让你们 在里面扮演一对情侣 上演一段浪漫 凄美的爱情故事 这样的正好可以 给公众预热 创造你们的CP值 等到时机成熟了 你们再公布这段恋情 公众或许就没有 那么反感了 可能还会很受欢迎呢 真没想到 你们居然能想到 这种办法 对了 为了配合 TT的形象和定位呢 我们特别安排了 新推出的花语年轻系列 为你们量身打造 到时候的宣传力度 一定是行业里面 最大规模的 我们很有信心 将你们打造成 新一届的国民CP 所以菲菲姐 您是同意为我们代言了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钱对现在的我来说 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你知道吗 我就是那种感情大于天的人 真没想到 你们竟然能抓到我的软肋 这照片必须得销毁啊 好 在我跟TT没有公布恋情之前 绝对不能外落 要不然 我会索要赔偿的 必须写进合同里 好的好的 我们是有职业道德的 一定会保护好 你和TT的恋情 而且我个人 也是真心地祝福你们 可以幸福 菲菲姐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能不能跟你自拍一张 我只发朋友圈 不发微博的 来吧 我真的没有想到 兰真真的签下了徐菲菲 你身为销售总监的头 居然比我还要晚知道消息 我当时想说 你开的已经是天价了 赵天成 开的什么条件 可以签下她呢 不只是钱的问题吧 这次我之所以选择 代言兰真 是被她的广告创意所打动 兰真将以 十支微电影系列 代替传统的广告 为新产品做宣传 这个手法很新颖 很时尚 男主人公呢 又启用星际的小声TT 我个人一直想跟她合作 这不可能啊 一笔代理费 拍十几支广告 她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性价比这么低 她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这不就是你应该去调查 清楚的事情吗 是 太过分了 余总你怎么了 徐菲菲竟然被兰真给呛了 啊 本来事情一切顺利 她们居然给我出阴招 那 那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啊 沈总叫我查内情 不就是赵天成玩阴的吗 好 玩阴招是吧 谁怕谁 徐娜 现在很有一手嘛 利用小男友 让徐菲菲就分 你跟着我 可真学了不少东西 其实我签下TT 并非是给徐菲菲当幼儿 徐菲菲的年龄感 对我们花语系列 实在是太勉强了 可是TT比她小十一岁 而且呢 又是刚出道的 我是想要通过她 来强化我们的品牌定位 你不用给我上 你那套营销课 这种技术层面的东西 我不管 我让你签下徐菲菲 不是想跟谁斗气 我是想让投资商货的 同行看看 现在化妆品行业的 老大是谁 是我 我有能力主宰一切 现在所有最好的资源 全在我的手里 懂吗 我懂 我懂 我牢记在心